我们没有分对方是什么种族 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 能够帮就帮啊 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六十三号 开斋节结束后 巴拉湾新村村民出动挖掘机 为驱车返回工作岗位的游子推平路面 并且为他们指挥交通的报道吗 该村村长陈永光 接受东方热报电访时解释 当晚是乌易游子结束开斋节后 需要从家乡返回工作岗位的高峰时间 当时一般村民坐在咖啡店前聊天 看见许多车辆进入他们的新村后 又折返往外离开的状况 这群年龄介于二十到六十岁不等的新村村民 在发现有小路出现下陷坑洞 导致许多外波车辆无法穿行时 变动员自身的力量 甚至出动挖掘机 为来往的车辆扑平路面 为游子提供空行的便利 村长陈永光表示 这条小路是平日村民前往游宗园的时候使用 也可通往安顺美罗路 一些道路使用者到达冷甲后 导航会将他们指引到这条小路前往安顺美罗路 他说我们当时想到 这些轿车前往主要道路时都会受困车龙 于是自告奋勇协助他们解决小路崎岖的问题 于是一群人便骑着摩托 尾随挖掘机到现场推平小路的路面 甚至自发指挥使用该道路通行的轿车 他表示 当晚伸出原首的村民当中 有二十多岁的青年 也有六十岁左右的长者 各年龄层的村民无分种族协助他人 行きます